第一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操弄集团政治 坚决反对任何挑起和激化矛盾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做法 坚决反对在本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日本 菲律宾当然可以同其他国家发展正常关系 但是不要把阵营对抗引进本地区 更不得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搞三边合作 美如飞峰会和三边合作究竟是不是针对中国 看看三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白纸黑字再清楚不过了 这不是针对中方的肆意抹黑攻击又是什么 第二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不容他人智慧 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对其纵容支持 有关国家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真的在乎国际安全繁荣 就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支持中国国家统一 这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道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第三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在东海 南海的活动正当合法 无可非议 中方绝不接受有关国家在东海 南海问题上 针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恶意抹黑 绝不接受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 及任何基于该裁决的单方面行动 当前东海 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 部分国家拉域外国家撑腰壮胆 有恃无恐 不断在海上采取侵权 挑衅举动 引发局势升温 各别域外国家煽风点火 挑动对抗 令人愤慨 我愿重申 中方坚定不移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双边涉海问题 同时坚决反对域外国家插手搬弄是非 升级是开 徐末